所以佛在法华会上说 三界火灾 三界痛苦 觉悟的人要发现处理三界 处理三界 以我们的根性来说 最好的方法念佛求生净土 只要我们在一切实 一切处 一切静缘之中 万远方向 一心念佛 主要记住这个念 念不一定是口念 念是什么呢 念是心上真有 也就是说 心上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事都不走心 你就等一心不乱 你就功夫成片 换一句话说 你就肯定往生 什么时候往生呢 我再给诸位说 随意自在 什么时候想往生 什么时候都能往生 只要你功夫 达到这个境界 生死自在了 没有丝毫的 又说了 想去 我这个寿命 还有 还没有尽 不要紧 可以提前去 看到这个世间 苦难众生多 发了慈悲心 还想帮助大众 寿命已经尽了 不要紧 可以延长 这就叫 生死自在 所以 只要诸位的一心 生死自在 生死自在 叫烈佛生死 生死对你 没有障碍 生死自在